是的,你有很大機會可以留在對方身邊 但只要出現一個有火花的人的話 你就被人淘汰了 歡迎各位遠有收睇,我是你的愛情院長,李鑽 今天的主題就是 如何令自己不會被人放鬆呢? 首先我要在你的傷口上提議 為什麼過去或現在你一直被人放鬆呢? 原因就是你一直太nice 迎合對方 去寒問暖 體貼照顧 隨傳隨到 主動奉獻 那實際上應該要怎樣做呢? 今天李鑽就會把答案告訴你 Let's go! 第一,在最早的階段 你不要太乖,要學會怎樣適當取笑對方 當然,我不是要你侮辱人的那種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總是附和對方 有時候我帶點會美性質 去笑一下地方 例如,對方說 你搭車的車費好貴啊 那你就可以說 怎麼會貴呢? 你這麼老殘 你應該可以申請雙殘津貼的 這樣搭車高便 你看到跟平時的相處有什麼不同? 當在開始的時候 你偶爾用這些方式和對方玩 對方就會覺得 嗯,你這個人也挺好玩 火花就自然殘身 第二,你不要表現出你想在壞的愛情當中 拯救對方 我要將你拯救 你明白的 明白你這種 英雄主義 又或者 沒有愛泛濫的 這種感覺 但你不要表現出這種 我會好好 好好 好好 地對待你 或者你這樣做 看起來好像很浪漫 但實際上 你只不過陷入自己的朋友圈 對的 你很大機會可以留在對方身邊 但只要出現一個 有火花的人的話 噢 你就被人淘汰了 正正就是因為你 他收穫了對方內心的傷口 所以令到他更快可以接受下一個人 Oh no 第三 彼此是有一些 玩樂性質的身體接觸 不是吧 那當然不是要你明顯地去佔人便宜 令人覺得很反感 我要你從輕微的身體接觸對面入手 例如 high five 你千萬不要看輕這些身體接觸 因為這樣可以製造到一種 調情曖昧張力 前次是你怎樣做到這種張力 同時又顯得很自然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 調情曖昧張力的相關內容的話 你見到上面又或者下面有個連結 按進去付費平台 訂閱我們的愛情實用戰術系列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的相關內容 同時你也可以看回 前前後後關於愛情實用戰術的相關內容 今集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行友 歡迎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和Like我這條短片 如果有些什麼感情上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失戀、複合 和如何結識異性的話 歡迎透過我的社交平台inbox 我們下次再談 Bye Bye